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卷入虐待性侵以及剥削儿童丑闻而遭到警方调查的GISV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今天委托代表律师召开记者会向政府警方以及州宗教局提出了六项请求 首先代表律师罗斯里强调GISVH不是恐怖分子 认为当局不应该援引2012国家安全罪行法令SOSMA来对付涉案的嫌犯 那罗斯里也请求政府允许GISVH商家重新营业 因为这些商家并没有涉及任何非法活动 应该要获准继续营业讨生活 除了希望恢复营业 GISVH也呼吁政府还有执法单位允许GISVH参与照顾获救儿童的福利管理 并且承诺GISVH将会遵守所有的指示行事 GISVH儿童之家宠闻爆发至今 GISV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在沉寂将近一个月之后 今天委托代表律师召开新闻发布会 GISVH代表律师罗斯里抨击警方 在查案时经常以同一件事情和同样的理由 重复逮捕和严扣涉案的嫌犯 导致事情被闹大 引起社会恐慌 罗斯里表示 GISVH希望执法单位能够以更公平 更公开和更人道的方式来调查这件事 而不是一再针对新事物召开新闻发布会 引起社会讨论 同样现身记者会的 还有GISVH的负责人之一考拉 也是非法组织奥尔根创办人女儿的考拉表示 GISVH已不再遵循奥尔根宣扬的异端教义 反而已学习及遵照宗教局的宗教教义 GISVH sendiri我们收藏着 Para沙大 来 永远与不再投入 管根本任何语法 所通过的传闹 和必须的罗兰 引 Alexandre Virtu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